如果说粉红色蓝色和紫色 再配一个大红指甲的话 很奇怪 鞦 Garand Bounce Baby Out The Door I ain't gonna take this no more 男人的天堂 女人的课堂 欢迎来到魅力研习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彭九阳 哇 今天的暴舞呢 实在是太劲爆了 我也配合了一下主题 穿了一下暴文 其实这么多年来啊 什么是一直流行的呢 就是这个暴文 同时呢还有一些动物文 比如说斑马文啦 老虎文啦 哇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 暴文野时尚 首先请出我的好朋友 造型师食言 还有一位劲爆的暴女郎 有请 哇 一身的暴文 暴女郎 好可爱哦 哎呀 我发现我今天又有了福利了 嗯 没错 我再想想你 你为什么穿了一身的暴文啊 是配合我们的主题吗 对啊 我觉得暴文很流行啊 哎 没错 暴文一直都在流行 没错啊 不过你今天穿了一整身的暴文 我就要问问食言 这样可以吗 这样其实是挺忌讳的 有点凸骂吃太过了 这一身感觉 对人体一身鸡皮疙瘩 看起来好像进了动物园一样 暴文不要穿整身 哎 因为我在考虑 我们穿暴文不是暴文穿了我们 哎 没错 对 那同时呢 暴文需要驾驭它 哎 嗯 怎么搭配才是好的呢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模特儿吧 我们的五位媒体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金 大家好 我叫张子 张金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朵拉 阿朵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家老朋友 沈丽 老朋友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思源 米卡 你好 我是我们老朋友了 大家好 我是我们老朋友了 大家好 我叫赵依琳 哎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好 我叫周贝贝 今天我们的六位美女呢 身上都有非常时尚的这个暴文元素 可能是可爱的 可能是野性的 今天呢 就来推荐给大家 好 来 来 有请 张杰 你今天的暴文元素是什么呢 我没发现的 在耳环 我也没有发现 耳环 这个暴文的耳环 如果再放大的话 适合什么样的脸型 什么样的气质呢 如果你就觉得你的脸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选择更大一号的耳环 这样在你的旁边有个对照 会显得你的脸会比较小一点 这个是指甲啊 对啊 它的指甲上面也有暴文的图案 还是粉红色的暴文 对 其实现在有好多彩暴的东西 也非常的流行 暴文是一变非常神奇的单品 只要你穿上它之后 气场马上就长 然后就可以做的是全场 我觉得发菇呢 在任何时候 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像街头啊 或者是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种简单的 发菇上面带有一些暴文的图案 因为这样的就是说 夫妻生活中的这种 平凡呢 又增加了一点点特色 就是给它整个 给了一点点力在里面 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的蛋品是 嘎嘎姐的眼镜 哇 Lady Gaga 哇 好漂亮的眼镜 还有一个就是 财报的指甲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就是耳钉 它耳钉 小小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思源这一声啊 就是说它暴文配了 不灵不灵的一个钻表 没错 就说如果暴文元素 配上这个闪亮元素的话 可以说是 比较混搭嘛 性感到极致 对 没错 是不是也有点太过了 就是非常的炫耀 过度炫耀的一种 隐藏着的 这个小细节 但是一个 这是属于猫的包耳朵吧 太Q了 好漂亮 这个我觉得 参加那个派对时候 特别适合 没错 要野人注意 有些主题的派对啊 之类的就可以 对对 其实现在呢很多的 这个暴文主题派对 没错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 暴文的项链 对 它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精致 看起来就是 仔细看它那个上面的 透明的石头上面 隐隐约 能看到一些 暴文在上面 很好看 这个有一点 像水晶 没错 里边隐隐约 透出来暴文 对 但是这种 特别夸张的饰品 适合暴文吗 它的暴文 是一种 比较隐约的 然后可以配一些 比如说我们街头 穿的一些衣服 下面再配个 哈雷裤什么之类的 每个人应该怎么样 选择暴文 驾驭暴文 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OL女性 工作中 还有如果我们真的去参加 party的时候 还有去海边 我们应该 怎么样选择 暴文单品呢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几位模特 为我们换装 展示一下 好 我没太看懂 这两身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穿呢 她们穿的是办公室女性穿的 那在职场当中呢 其实如果想要穿暴文 是完全可以的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小的配饰 去体现暴文的一点点的俏皮的感觉 比如说眼镜框 手表 或者是你鞋子上面的一个小部分 或者是腰带等等等等 没错 第二个方法呢 是尽量使用一些素色的 比如说黑白色的这种暴文 就尽量避免用本色的 因为本色的暴文呢 看起来过于的狂野和张狂 不太适合在办公室里面穿 时常女性呢 如果穿暴文的话 穿好的话 会显得非常的知性和有气质 那同时呢 我也建议不要暴文 再搭暴文 比如说里边 又有一个暴文的吊带 看上去就很奇怪 同时呢 这个黑纱 对 它就上面也是薄薄的纱 上面也是薄薄的纱 对 下面也是薄薄的纱 感觉有点壮质的 对 质感感觉是 没有什么的对比 只能感觉看起来 整个人轻飘飘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在职场当中 还是尽量选一些 比较素色的 黑白色的暴文这样 就是说职场女性 要选择简洁的 没错 局部来表现主题暴文 或者是选一些 简单的单品来表现 好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谢谢二位 谢谢 鲍文笔基尼 好漂亮 我看出来这是要去海滩派 没错 其实呢 如果在海滩 有红酒 有游艇 我们穿上 鲍文笔基尼 绝对是描杀一切 没错 好的 我个人建议 我们依林 比如说你的这个bra 就是这个比基尼的颜色呢 是粉红色 对 那我希望我们的配饰 比如说是指甲 像这样的鞋结 有一点点呼应 也染成粉红色 没错 如果说粉红色蓝色和紫色 再配一个大红指甲的话 很奇怪 对 而且我觉得它的底下的 那个小裤裤 如果是它上面的蓝色的话 会更好一点 有一点撞色的效果 对对对对 感觉会更好一点 好的 哇哦 这个眼睛真是超级拉风 好漂亮啊 对 其实呢我们如果在海滩上呢 除了要穿 可以穿这种本色的比基尼 也可以穿一些彩豹的 现在很多 除了依林穿的那个bra 上面是有彩豹 还有很多 同时好多颜色 壮色的那种 没错 就像米卡的指甲 对就像它的指甲一样 色的鲍纹 壮色 而且拼接 对 像这种是三元素拼接 没错 就是白色 哇好漂亮 就像它白色上面的这些 这几个颜色 三元色是经常见到的 我们有时候会在一些 礼服当中也看到 如果单纯穿这样本色的呢 就难免可能和大家太重复 或者看多了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老气 就流于平常了 和大家撞山容易 对 没错 而且在海滩我们应该更颜色一点 嗯 好的 就是说色彩鲜亮一点 好的 谢谢二位 谢谢 哇 太火爆了 我在想 这两身装扮应该是party 或者是夜店 没错 夜店 没错 这样的一身装扮 会不会当上夜店女王呢 沈颜老师 我觉得呢 就是贝贝的这一身呢 我觉得首先从她的鞋子来说 我给她的建议呢 是鞋子可以换一个 比较细跟一点的 会可能更搭她的上衣 首先这个鞋子看起来 现在有点老气 有点就是感觉 把它压住的感觉 就贝贝 对 然后呢 她的裤子过于的闪亮 这样呢 就是说在她身上的元素有点多 就感觉上身有暴温 然后下身又有这个很闪亮的裤子 如果她要换一条黑色的 比如说类似于皮革类的东西 可能会感觉更适合她一些 小妮这一身呢 这个绿豹我非常的喜欢 不过我刚才有观察一个小细节 让我们来看你的戒指 是金色的 看鞋链是银色的 我感觉金银不要分别配 对 会显得稍稍有些俗气 其实我在想啊 我在派对的时候 会选择哪些爆纹单品 可能是一个耳机 哎 没错 其实爆纹呢 运用起来是个非常好的元素 关键是看我们怎样去巧妙的去运用它 谢谢二位 好 谢谢 我在想啊 其实 在很多网友呢 是女性朋友 那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中呢 学到了一些知识 我们来总结一下 没错 也就是说OL职场女性呢 你要选择漂亮 性感 隐藏的比较深的这样的小事物 没错 那Begini女郎呢 Begini女郎 当然就是要选择一些 比较艳色彩艳丽 比如说像一些彩豹 或者是一些one piece的洋装 都可以 没错 同时呢在海滩要注意选择好配饰 没错 否则这一身爆纹呢 有可能会被一件小小的事物所耽搁 对就毁掉了 视频非常的重要 那作为一个party女王 夜店女王 我们要选择非常流行的这个新事物 来配饰 没错 非常流行的单品 切记不要把自己的全身上下 全衣装的都是爆纹 都是爆纹 切记是我穿爆纹 不是爆纹穿我 好的 没错 在我们节目中呢 还有一个性感的道具 除了梦幻更衣室以外 就是我的美床 把我的美床带上来 魅力沿袭社精彩里把握 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大奖是什么呢 是我们送出的性感爆纹单品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